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迫害 在國際上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 聯合國在31號公布 新疆存在人權迫害的調查報告後 引來各界踏伐 美國率先開炮 國務卿布林肯誓言要為受害者討回正義 而白宮發言人也宣布 拜登政府已經對中國實施金融和貿易制裁 要求中國立即停止暴行 聯合國雖然沒有提出 對中國具體的制裁措施 但也呼籲中國因立即停止 對維吾爾族人的迫害 中國當局除了對這份報告一概否認 在國內也全面封鎖相關消息 連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 批評新疆報告的聲明 在中國媒體上也都全被下架 所謂的評估報告 是美國及一些西方勢力 一手策劃製造的 完全非法 無效 再次證明 人權高轉辦已經淪為 美西方整治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打手 美國和歐盟一直對新疆議題高度關注 但聯合國從來沒有正式承認 新疆有違反人權的事實 但這次卻來一劑回馬槍 直接給中國當局洗臉 再再顯示 中國的外交勢力已經大不如前 今新聞 林美傑 朱家麟報導